你现在到底是在写什么呀 你现在到底是在写什么呀 教教我呗 让我也学习学习 好给自己留条后路 男公关做得不踏实了 想转行啊 再次提醒你注意一下你的措辞 是公关不是男公关 做公关说到底也是给别人打工 一点自由都没有 其实我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新闻理想 新闻理想 你不知道我被新闻理想害得有多惨吗 你这么说我倒是很好奇 难道你现在不是在做新闻啊 做新闻多枯燥啊 我现在想玩点刺激的 我写情感专栏 情感专栏 男女关系啊 你现在真的是在写男女关系啊 就你这样的 行吗 怎么了 你是在质疑我这方面的经验吗 我 还真没看出来你有这方面的特质 两天前 我在你家里见到的那个女人 应该是介于女朋友 和情人之间的关系吧 你什么意思 因为你既没有大方地介绍我认识 还有一些躲闪 说明你既有一点在意她的想法 但又不想让她破坏你其他的可能性 谁让你分析我了 怎么了 信虚了吗 像你这样的男人呀 表面多情 实际上没有情感 说得好听点 你是思想先进 追求新式的感情关系 说得难听点 你就是不想负责任 当然 你没有那些渣男那么愚蠢 你把不想负责任 说成是渴望自由 反而让女人更有征服欲 可是在我看来 你这种男人呀 才是真的坏 对女人 才是真的危险 我得罪你了吗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 我对每一任女朋友 都是付出过真情的 反倒是你 对男性这么愤世嫉俗 我很怀疑 你之前 是不是经历过什么呀 怎么了 开始想套我的过去了 对我也感兴趣了呀 也是 你应该呢 没有经历过 像我这种女人 别 我就算对一头猪感兴趣 我都不会对你感兴趣 你这种女人呀 太麻烦了 那就好 免得你跟我这种麻烦的女人 纠缠不清 你还得搬家 凭什么呀 要搬也是你搬 别态 去吧 爽 喂 你让我打听那事情有消息了 怎么样 和你猜的差不多 一年前美国的成岛酒店集团 想进入中国市场 锁定两个收购目标 一个是迪云酒店 另一个就是宜庄酒店 现在迪云酒店这不出事了吗 他们又开始和宜庄接洽上了 看来是有备而来啊 这么快就接上头了 你的意思 迪云酒店背后是宜庄在搞鬼 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宜庄酒店背后 有没有公关在运作 对不起 宜庄酒店是我们的前代客户 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好 海荣 赵九州联系上了吗 喂 林总 喂 金甲 你知不知道 宜庄酒店签了哪家公关公司 不知道呀 怎么了 那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 他们有没有跟宏伟公关接触过 你是怀疑 这背后是宜庄酒店 和方黎联手搞的鬼 我只是怀疑 而且 如果真的是方黎做的 她也不会轻易地露出麻较 好 我现在去去查 来 来 啊 wow 描迷迷 雷 你是后悔刚拒绝了我是吗 真羡慕你啊 到了这个年龄 还能这么分不了 我知道你很意外 我给你打这个电话 我听说 你们在查我呀 方总 这么敏感哪 这听起来 是有点兴趣的意思呀 我觉得你这会儿 我不是应该正忙着呢吗 现在忙的人应该是你 怎么会是我呢 看来 你是知道我在忙着 迪云酒店的事情 你这么关心我呀 对我这么好啊 我会对你一直这么好下去的 直到你 离开公关圈为止 我其实真的很想知道 我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你这么恨我 我还以为上次 换起航空的事情之后 我们已经扯平了呢 林中央 我想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我们两个人的事 是永远也扯不平原 我爸 你是永远也扯不平原 不是 我还不平原 从你不平原 是也扯不平原 我们的合作终止吗 真的 林忠硕害死过人 你就不想知道吗 你说什么 关于帝云酒店姓季事 基本上可以判定 是方力和帝云酒店的竞争对手 一庄酒店联手策划 方力 方力应该是要帮助一庄酒店 破坏电影酒店的收购计划 并且针对我们机构公关 这么说来 难怪啊 这次的危机就像是有备而来 咱们手上有证据吗 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应该把他们联手 策划炒作的事公布出去 还没有实质的证据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 就是要找到方力和一庄酒店 联手的证据 一般这种策划 都是闭环操作 像方力 一庄的高层 性欺嫌疑人 和被心情的女孩都是知情人 但是方力比较狡猾 不好突破 嫌疑人又再逃 那个女孩肯定躲起来了 所以我们只能从 一庄酒店的高层这边 来找找突破 一庄酒店的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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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你认识的人多 你看看能不能从 一庄的高层这边 找找线索 好 我这就去办 另外 在这个事情找到 实质的证据之前 我不希望公司的 其他任何一个人知道 明白 走吧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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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总去沈阳出差了 赵总去沈阳出差了 我没别的什么事 就是看仪庄 还没有前公关公司 想看看有没有 什么机会能合作 对 那好 那谢谢你 我等赵总回来 好 不再就好办了 我已经拒绝了 是 失联了 没有 靳雅姐 刚刚林总说 方丽和另外一家酒店 联合起来搞电影酒店 她说的方丽 是宏伟公关的方丽吗 是啊 怎么了 林总是不是搞错了 我看过她的讲座 挺正能量一人的 而且 而且我室友还在她公司上班呢 你不知道她有多崇拜方列 你们哪 幸亏是没有被什么坏男人追过 要不得让人家骗惨了 成年人的世界是多面性的 表面是一回事 自驾里是另外一回事 好 样子样 有事啊 跟你自询个事啊 就是 你以前 跟女朋友分手 都是怎么提的 这个事啊 虽然我也是 有情感经验的人啊 但是 这事我真没办法帮你 因为都是 别人甩我 我没甩过别人 好 你可以去问问林总 她看上去像情感经验比较丰富的人 我多一句话我都不想跟她说 我问她 我不被骂成渣男才怪的 那这样 等那俩女同志来了 你问她吗 你是不是有点傻啊 这种事情问女的 我不会被骂死 怪不得你总被甩呢 行了你就当我没问过你 工作了 啊 倩姐 来得正好 刚才那个女孩发微博了 又在指责迪云酒店 但不小心晒了自己定位 随后她好像发现了 又把微博给删除了 定位在哪儿 怡装酒店 红星路分店 夏默 你帮我个忙 去趟红星路分店找那个女孩 一定要找到她炒错的证据 我去 我要去怡装总部 我们奋斗行动一定要快 她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记者应该会先赶到 这边请 赵总 你好 请留步 我是澳家律师事务所的 合伙人员位 咱们之前通过电话 我想和您聊一聊 关于宜庄酒店 被美国成岛酒店受购的事情 你们做律师的 真比记者的嗅觉还零啊 今天已经有不下 石家律所来找我 但你是唯一赌到我的人 我可是昨天连夜就赶到沈阳了 您看我这黑眼圈 所以赵总如果觉得我辛苦的话 不妨卖我个面子 听我跟你讲一讲 关于您和成岛酒店 我们制定的谈判计划如何 好吧 我从不拒绝美女 小姐 请出示您的房卡 什 什么房卡 我找人 你找谁 我们前台会为你联系的 我 我不找人了 我住店还不行吗 对不起 我们店课已经满了 不是 请您去其他酒店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记者 他们两个刚被我撵出去 别以为你联系的 你不想去通讯划 这次我给你了 你不想去通讯划 你不想去通讯划 我能够讯划 是公司的 下午两点到四点 想租您的车两个小时 我租车公司的朋友 告诉我你的电话 就两个小时三千块钱 行吗 对 好 警方通报 也只是说这个女孩姓陈 也没给出照片 你是怎么知道谁试的呀 看谁脸色不好 十有八九就是了 一般女的经历这种事 得缓个几天 这肯定就不是 一点都不像 被强奸未遂的样子 想想要了 走吧 走了不坐了不坐了 你谁呀 我去剧组又迟到了 剧组 你不是来出差的吗 你是演员吧 迪云酒店也是你演的一场戏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是什么人啊 是记者吗 我是负责处理迪云酒店 危机公关的工作人员 我已经在迪云酒店 看过你的入主资料了 我以为能找着我的 只能是记者 难道 难道你是主动把定位泄露出去的 你打到电话是吧 对 上车 跳吧 想去哪儿 过去益州 你们老板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你什么人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带我去就行了 不然我就告诉你们老板 你开着他的豪车赚外快 下车 滚下去啊 不好意思 刚才咱俩的对话我录音了 你放心 我是公关公司的 只是为了查明一些事情的真相 不会伤害你 为什么你躲起来 又要泄露定位 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我是学表演的 一直没有什么戏拍 上周我想进的那个剧组 拒绝我了 我这边又没有钱交房租 刚好就有人介绍 我就接了这件事情 谁知道 我干完这件事情之前的剧组又要我了 早知道是这样 我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我真的只想当一个好演员 不想自己有什么污点 这么说 你现在想坦白这件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现在既承受不了内心的负罪感 又担心这件事情会传出去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我其实我真不知道 那平时我们老板 那不是公司就是家 再没其他地方了 他不应酬吗 他不应酬吗 你只需要带我去他去过的地方 其他的事情我自己办 钱我照给你 我们老板 最近就去了两堂会所 这样吧 你帮我们做人证 我们不会露你的脸的 不 要是让我现在剧组知道我就完了 你也知道 干我们这一行 一辈子可能就这一次机会 也是 你知道 眼嫌疑犯那个人的行踪吗 我不认识他 他也是先被找来的 事情发生之后 我们没有再联系过 对了 他说他要去他哥们开的 KTV那儿躲几天 然后去深圳打工 KTV 哪家KTV 好像是叫 天目KTV 天目KTV 还有啊 你刚刚说你是金云介绍的 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和你一样 好像也是公关公司的 公关公司 是他妈 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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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哟 是她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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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 我就被信号断了 方黎和义庄赵总见面的 那个会所报案那儿 有我们补了所有的照片 看来这次方黎的准备工作 做得很充足啊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先回来吧 我们再商量一下 好 林总 林总 你看这个 我觉得就是我背后 有人在搞我们 不然被什么新人抓不到 那个姑娘也消失了 你们要有证据了吗 证据早晚会有的 希望说我们酒店客人 不要恐慌 这只是个不同 我们酒店很安全 我昨天有没有让你给冯敬礼做培训 我 我 我昨天 女朋友有 有点事我先走了 就 就没培训上了 你女朋友那点事 彼此危机公共的事件还重要是吗 我有点怀疑你女朋友对男人的判断标准 你知不知道 就因为冯敬礼这番言论 一旦我们找不到 迪云酒店背后是被人策划炒作的证据 不管我们之前为迪云做了多少 以及之后再做什么 都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平常再怎么吊唠唠唠的我都不管 但是你只要影响到了工作 就给我滚蛋 与主要是有点赢 优优独播剧场 你带谁把词给了 词瓶 来, 喝个酒 你怎么了 有行事啊 没有 郭总 有件事情想请教你 好 什么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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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涛涛 我说啊 你这次可没少赚吧 赚什么呀 这不是因为之前出去玩的时候欠太多钱了吗 要不然谁干这破事却得带模样的 你确定要分手了吗 那还是要告诉她真实的原因不能欺骗她 她 这样行了 会不会对她刺激太大了 还是说要不我就先冷落着她 等着她先提呢 我建议最好不要这样 告诉她实话才是对她最大的尊重 你 大家都是成年人她会接受的 对了 迪云酒店的事情怎么样了 你猜 迪云酒店的事情背后是谁曾还 好 林总 曹涛在天幕KTV 我看她要走 我先拖住她 有什么 在哪儿 天幕KTV 好 我马上报警 你不要轻举妄动 喂 喂 肖默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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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撤 撤 快点打 站住 站住 别动啊 放开我 站住 放开我 放开我 站住 放开我 快走 你没事吧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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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芳 我这儿有份文件 你帮我打印一下 我这儿电脑 连不上打印机了 行 那你发给我吧 好 这儿是什么呀 对不起 我发错了 把手标给我 文件删了 你为什么要喝 给底蕴酒店 我先把手标给我 是给你什么呀 这个不是我做的 怎么了 不是你做 钱总 我们为什么要喝 底蕴酒店 这恐怕违反行业道德了吧 我看兰林这儿 喝底蕴酒店的策划方案了 你怎么办呢 吴芳 你才刚入行 有些事情 你还需要一些时间 才可以理解 理解 原来你们这两天 就在忙这个 方老师她知道吗 她不知道 方老师她不可能 同意你们这么做 你现在 是在拿我的老板压我 并且质疑我的工作吗 无妨我告诉你 你只是在这个公司打工的 这儿不是你交学费的学校 你 还没有质疑我工作的资格 另外我还要提醒你一点 既然你现在还是公司的一员 你就有义务 替公司所有的事情保密 一旦这些事情传出去 以你的身份 恐怕承担不起后果 好 还要不合一样 你都敢质疑我 这位是自己的 喜欢再来 要不合一刀了 你说你可不合一刀了 得到什么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心里有数 这个人 知道了 你就知道了 你怎么在这儿找我有事 方老师 您知不知道钱总在黑底蕴酒店 这恐怕违反了行业道德吧 而且我室友就在寄个公关工作 他正好负责底蕴酒店的事情 我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到我跟他的关系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上车说吧 我知道了 赵总遇见什么麻烦了 迪云酒店 那个性侵住客的员工 居然被抓到了 也不找个让我踏实的人来演戏 真麻烦 怎么 连律师 很惊讶是不是 我就是没想到赵总这么信任我 能把这么私密的事情也跟我讲 我不对迪云做点小手脚 美国成岛酒店集团 怎么可能考虑我们 我们马上就要签约了 很快就是一条船上的 告诉你这些 就算是对你的考验 言历师 我没看错你吧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无妨 迪云酒店的这件事情 我知道 方老师您知道 那怎么还 准确地说 是出了事以后 我才知道的 你才入职不久 对于行业的内幕 并不了解 还记得 还记航空的那个客户吗 因为他们被 国际反垄断调查 导致无法拓展中国业务 所以后来 我们也丢了这个客户 你看的只是表面 而不是真相 您说什么 是纪格公关 和BC新闻社的记者联手 把环境航空垄断 这件事情炒大 就是为了让我们丢掉 这个客户 是的 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为了报复我 报复您 为什么呀 我从几格出来以后 很多客户随我到了宏伟 对于几格来说 我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可是风老师 您还在公开场合 感谢几格 他们这么做 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刚入职没多久 连你都看不过去 你说千磊他们 能受得了吗 所以他们这么做 也是为了我和宏伟出口气 说实话 我也不想卷入 这场斗争当中 毕竟 纪格是我的老东西 可是你不逗 他们就会觉得你软弱 把你踩在脚下 让你在这个行业里面 没有立足之地 所以有些事情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家和和气气地做 是不好吗 你刚到公司 很多想法还太单纯 以后慢慢会明白的 这样吧 无妨 如果以后有什么 不懂不明白的 可以随时来问我 谢谢方老师 我叫他 好 rope 真没想到 大学毕业这么多年了 你在情感方面 还是不能面索 男人吧 年轻的谁不喜欢啊 谁让我是单身的 想跟谁好就跟谁好 不像是某些人 你说的这些确实属于 你在情感上面的风格 但这也是我们两个 最大的不同 我在情感上 可比你规矩多了 我对你的私生户 还真是不感兴趣 但是工作上的事情呢 一旦让我抓着把柄 那我可就不给你留情面了 刚才新闻你看了吧 我要是你啊 还真就没什么 贤轻易致 送年轻的女下属回家 我得好好想想 这服务员要是把我给供出来 这可怎么办啊 我早就告诉过你 我跟敌一酒店的事 我跟敌一酒店的事 没有半点关系 你 你就是不信 跟你有没有关系 还真不是你说的算 祝你好运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 我就是想不明白 你说你怎么就盯上我了呢 你知道这些年 我最讨厌你哪一点吗 就是你自以为是的样子 这些年你一直顺风顺水 所有人都捧着你 所有人都捧着你 所以你根本不懂 一个人的真正的痛苦是什么 对于你来说 失去自由是痛苦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失去自由 远比不上被人侮辱更加痛苦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